订阅本频道的朋友2018年财源滚滚,大吉大利息想事成,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有钱人,总是说自己有钱了,就会跟其他人一样,想吃什么有什么,想玩什么就可以放肆的玩,在有钱了之后,为了能够弥补自己之前的缺失,就开始大肆的挥霍金钱,所有的钱在不经意之间就被挥霍没有了。 但是这几个生肖女虽然在没钱的时候,也会幻想自己有钱了,会怎么样怎么样,但是在真有了钱之后,也一样会粗茶淡饭的生活,不会挥霍,所以这几个生肖女真的是婚姻中的良配,因为她们真的是非常会过日子的一类女人,生肖牛,肖牛女,品质是好的没话说,她们生活非常的有规律, 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会轻易的改变的,在没钱的日子里,她们过日子非常的仔细,会在各种方面节约用钱,但是,她们如果有钱了,也依然不会乱花钱,也不会挥霍的。 她们的生活过的是一样的普通,没有太大的变化,去买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,也不会不在乎钱,是会砍价的。 穿的衣服也并没有发生跟以前不一样的变化,很多人根本看不出来她们很有钱,所以对于生肖牛的女生,真的是持家能手,即便有钱也依旧会过粗茶淡饭的小日子。 生肖狗,对于肖狗女来说,她们认为只有粗茶淡饭的生活,才算得上是健康的人生。 现在出现了很多富贵病,都是吃出来的,山珍海味的暴饮暴食,会加速人类的死亡。 她们的脑海中有这样的想法,所以即便是她们有钱了,可是还是会一样的吃普通老百姓家的饭菜。 很多人有钱了想要炫耀自己,就讽刺街边的小吃是不入流的,可是属狗的女生有钱之后依旧会排着很长的队伍,等待着吃一份街边小吃,她们觉得这样喧闹的人生,才是有意义的。 那些有了钱就喜欢挥霍的人,跟肖狗女是不同类的,生肖龙,肖龙女虽然天生的高贵,但是对于肖龙女来说却非常的低调,她们觉得即便是自己有钱了,也没必要就这样的炫耀自己的金钱和地位。 毕竟再有钱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只有普通老百姓家的柴米油盐的琐事才是有意思的。 所以对于肖龙女来说,根本就不会在自己有钱了之后就任意的挥霍,她们会依旧起早咖啡的工作,也去菜市场跟着菜贩子一起砍价。 这种乐趣让她们觉得悠然自得,她们也认为钱不是用来挥霍的,而是用在有用的地方。 与其挥霍了,还不支援贫困人民,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转发分享。 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